在最后时刻报名 那现在呢 他们得到了福建陆友的这个支持 冠名为新的选手 今年是19岁 这个队员在2000年的全国少年锦标赛 是获得了男子弹 乒乓球俱乐部 是打的这个客队 今天上海盛雪荣 今天这场比赛有两个有降级的危险 所以这是第一个看点 除了韩国的朱世贺以外 大家可以看到丁松和松夏浩二 就是两个世界上非常著名的销球手 松夏浩二来自日本 销得非常漂亮 反了 张阳四比七落后 高调弧圈 前冲弧圈 冲反手 我们看到在今年啊 第一次参加这个黑龙江陆友乒乓球俱乐部出场 采取了不断的反拉 反攻干扰对方 反拉 漂亮 打比赛 比世界比赛还难打 有的是可以说无名小卒都不知道叫什么 但是上来的话 你要想赢他都非常困难 基本攻势非常的扎实 很有冲击力 漂亮 已经30了 那对张阳来讲不到20岁 所以呢张阳的优势呢 就是练球练的比较苦 比赛打成了10比10比5 比10 是以11比6 取得了第二局的胜利 双方前两局打成了1比1 这也是说明了这个乒乓球俱乐部的发展的一个新动向 漂亮 都有出色的表现 漂亮 拿中路 漂亮 高点弧间放短球 松下二发球 现在松下二对反手发球的威胁还是比较大的 发完了以后准备强 正手削 反拉 反手再回削 高调 调一板 好的 漂亮 9比10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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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电视台 情况 漂亮 二边 会把红色的换到正手 黑色的换到反手 现在红色又到正手了 2比6 不够成熟 对松下二这一些变化还不能很好的适应 漂亮 现在9比5 前三局呢 松下二二比1领先 漂亮 是赞助之后 改名为福建陆友俱乐部 然后呢 又和松下二 及时的签约 松下二呢 也到了黑龙江明星队 这是第一场比赛 今天表现得非常出色 好的 这样松下二二就为 黑龙江陆友乒乓球俱乐部 首先拿到了一分 他的第四局是以11比6取得胜利 结果3比1 战向了张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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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